哈喽大家好,我是NG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神鬼交风》这部电影 高中生男主角法兰克威廉·艾巴奈尔 身在一个富裕的家庭 可是某天,他怕做生意不缴税被政府盯上 导致家道中落,只能从原本的高级住宅搬到破烂的小公寓 男主角也从优质私立高中 转学到素质低落的普通学校 而且他第一天上学就因为穿着被同学欺负 他为了教训欺负自己的人 就耍小聪明的假扮成代课老师羞辱同学 还假扮了整整一个星期 直到被学校发现,请家长来带走他为止 那男主角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内心其实无法接受 从原本有钱有势的生活 沦落到在这种地方受人欺负 他还在假扮的过程中发现 能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得到好处 像在玩游戏一样有趣 然而,坏事一件接着一件 他的母亲因为父亲没钱 决定跟他离婚和别人再婚 要男主角选择跟谁住 很爱家人的男主角 受不了家庭的巨变 决定谁都不选择俏家逃跑 逃避这痛苦的选择 之后他开始一个人生活 可是缺钱的他 反而动起了歪脑筋 决定未造支票来诈骗银行的钱 不过事情没这么顺利 他尝试了很多家银行 但没有一家愿意跟他换来路不明的支票 这天他又诈欺失败后 在路上意外看到了那个年代最了不起 受到万人惊仰的职业 航空公司的飞机机长与空姐 看一看他突发奇想 也想当当看机长 获得人人称献的生活 于是他假扮成要做报告的学生 跑去访问航空公司的主管 询问各种相关问题 并利用这些知识 和他超高的智商与自然的演技 卫装成一名年轻的副机长 当他走在路上 受到路人惊仰时 他更是爱上了这种得到一切的感觉 认为这才是他应得的 而不是那种默默无名又重穿的人生 接着他开始用机长的身份招摇撞骗 还打听到航空公司 会付给员工大面额的薪资支票 所以他马上开始 利用打字机和飞机模型上的贴纸 大量卫造薪资支票 成功在各大银行换到现金 还在某次到机场换钱时 听到服务员说能免费搭乘顺风机 他就很理所当然的搭上去体验看看 甚至还追起了空服务员 并从他们身上得到更多相关资讯 经过这次的事情后 他对假扮所需的应对越来越上手 于是他又更进一步 用机长的身份追一个银行之渊 从他身上了解银行支票的资料与制作方式 哇塞 说追就追耶 看得飞载我好羡慕哦 然后他躲到一间饭店里 开始卫造银行支票使用 诈骗了好几百万 另一边 男主角未造支票的事 已经被警察发现 专门追查金融犯罪的探员男 也循着线索追到了男主角所在的饭店 可是当他找到男主角后 却被那凌微不乱的演技胡住 男主角假装成是 找一步来到这的秘密警察 犯人已经被他和手下抓走了 他还把整个钱包交给探员男 假装是他的警察证件 利用心理因素让对方认为 他都敢把钱包给我了 又怎么会骗我呢 探员男也因此相信 他是警察的放下心来 男主角健壮 便假装要整理犯罪证据的 趁机带着一些重要资料逃跑 过了几分钟后 放松的探员男 才打开男主角的钱包查看 却惊讶地发现 里面根本没有证件 他紧张地冲到窗边 看到快速逃跑的男主角 才明白自己被耍了 而逃跑的男主角 也变本加厉地 继续变换身份不停诈骗 在这些逃亡的日子里 他未造经历当过医生 透过看医疗影集的方式 学习医疗相关知识 甚至还考上律师执照 成为一名律师 然后又透过看影集的方式 学会如何上法庭 同时 他在这样的生活中 也一直写信 和他生爱的父亲保时联络 说他现在功成名就 有朝一日 一定能把失去的一切都拿回来 不过他其实非常寂寞 他无法告诉家人 他只是个骗子 也没有朋友能发泄的情绪 所以自从他被探员男追捕后 每年圣诞节都会打电话给探员男聊天 而总是找不到男主角的探员男 在一次次的对话中 得到很多线索 并沿着这些资讯 一步步的接近男主角 同时他也发现 男主角并不是什么邪恶的罪犯 只是一个因家庭问题 淘家需要帮助的小孩而已 不过当男主角发现 自己快要被抓到时 便要假扮成鸡 长大顺风鸡 抖到国外去 并且开始在各国 大量制造并使用 未造支票诈骗 只是这样失控的做法 也泄露了他的行踪 探员男用他未造的支票 查到他目前躲藏的地方 前去逮捕他 并要男主角乖乖就范 否则将会被在外支援的警察射杀 男主角原本不信 但看到探员男真诚的表情后 便相信了他 再加上男主角 其实一直都知道 他终究有一天会玩输这场游戏 便自愿戴上手铐被逮捕 然而在回国的路上 男主角才在探员男的告知下 得知他父亲 在他逃亡时过世的消息 他听完后非常难过 也终于醒悟 过去那些幸福的时光 已经彻底消失 他也没办法再逃避现实了 之后探员男常常去监狱 探望男主角 和他聊天 分享工作上的事情 然后他发现 男主角对于金融诈骗非常了解 总能轻松找到线索 觉得他很有才华 肯定能帮忙打击犯罪 所以探员男马上带着警局高官来到监狱 用一些假支票 测试男主角的实力 在获得高官的认可后 探员男便提议 使用警察的特权 让他来警局工作 代替坐牢服刑 最后 男主角在探员男的帮助下 进到了警局 负责研究金融犯罪案件 两人也成为了智友 而男主角在服满刑期后 也继续留在警局上班 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威的诈欺专家 那电影里 男主角在假扮时 有很多的小技巧可以学习 但我才不要告诉逆雷 你就自己去看吧 电影到这边就演完咯 看完后我就在想 男主角年纪轻轻就这么大胆 你还不好好学学 直接去壁东抢问你的暗恋对象 保证你手到勤来 女孩子最爱这种 坏坏有魄力的男生了 失败了大不了就被告而已嘛